台湾选手出征2023年亚运 29号晚间部分选手载玉归国 其中包含勇夺金牌的柔道男女将杨勇伟 还有莲真林 杨勇伟可以说是本届亚运的夺金火车头 为中华队拿下亚运百金的里程碑 民众知道亚运的英雄返台 都兴奋了前往机场祝贺 莲真林也表示 很少看到如此大的这个阶级阵仗 让他觉得十分感动 两人这次双双拿下金牌好生机 谦虚地表示 国内的柔道日渐成熟茁壮 认为这两面金牌 是全体柔道界一体共同的成果 而挑战明年的巴黎奥运 希望两个人都可以再创加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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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